我們烏日大渡這個王田 這邊的志高峻步道 其實現在已經排名 他們在爬山登山步道的 大概10名內的一個景點 那很多遊客都會過來這邊運動登山 那這一段是好汗坡 他們講的好汗坡 雖然是不屬於志高峻的 公用的土地裡面 不過這邊已經都鋪設 一些像這種輪胎的步道 讓遊客來爬山 我們剛實地走過去也發現說 很密集啦 它整個步道只是用輪胎 這個地主也非常的想說貼心 想說讓這樣大家比較好來爬山 不過我們發現這個除了陡峭以外 也會比較會滑 所以下雨天或者是天氣不好 或者有濕滑的現象 應該這個就很不好爬 尤其剛剛遊客也有反應 上山還好下山是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們希望建議市政府這邊是相關單位 他們其實也知道這裡使用率很強很高 那除了缺乏標示以外 那這個好汗坡的區域 我們希望說市政府是不是能取得 他們當地的這些同意書 來做施做這個步道的一個規劃 會比較安全 然後整體的規劃起來 整個路線這樣繞著一圈之高峻的步道 會更完整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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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